肠胃炎是由细菌病毒或是寄生虫侵犯肠胃到引起的疾病 这在英勇是很常见的一个疾病 那当小朋友临床有发生发烧、呕吐、拉肚子、肠胃脚痛等等的症状的时候 我们医护人员除了执行相关的身体检查之外 护理人员也会询问他的一个疾病史 以列出相关的一个护理问题 引起肠胃炎最常见的来源是污染的食物 那病原菌来讲的话大致上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病毒性,第二类是细菌性 那病毒性比较常见的话就是轮状病毒 它发的季节是秋冬两季 那如果是细菌性的话比较常见的话是沙门氏菌或者是脂荷氏菌 那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个菌种 除此之外呢一些常见的原因就是 像添加副食品所引起的腹泻 或者是对牛奶过敏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喂食过多或是不正常饮食 那或者是有时候添加抗生素也会导致腹泻 怎么在哭哭啊 我们看一下 好啦我们换一下屁股 好啦乖 我们肚子饿饿了 怎么一直放屁 是不是大便了 我来看一下 好啦我们换一下屁股 哇 怎麼紅屁屁的 欸 爸爸你快過來看 小朋友裡面怎麼這麼稀啊 好水喔 而且 它屁屁變紅色有副皮的耶 寶寶喝母乳 大便不是容易稀稀的嗎 對啊 可是要從昨天晚上 舉演到現在已經 上了十幾次了 而且有紅屁屁的耶 怎麼會這樣子 三次 我幫摸起來燙燙的 真的嗎 我們去拿體溫計好了 好 好 我們要體溫囉 小朋友 好 乖 好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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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度 真的發燒了耶 怎麼這麼高 好了 好了 不過關 齁 好 齁 好 齁 好 齁 之前護士阿姨好像說 急溫太高要把他棉被減少 齁 我們先把棉被打開 齁 好 好了好了 不過關齁 齁 除了這樣還有什麼 好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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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把棉被打開 對不對 好 現在有點悶 我們先把棉被打開好了 齁 好了 好了 乖 齁 齁 好啦 好啦 那晚一點我們再看有沒有太高 如果太高的話 我們將再去給兒科醫師看 好的好 开妹 好 医生我妹妹从昨天晚上就开始一直拉肚子 而且一直水水的 然后今天早上又有发烧到38度半 而且现在摸起来还烫烫的 小朋友有发烧哦 那这样我们量一下体温好了 帮他量一下体温哦 医师小朋友现在体温38.5 小朋友发烧了哦 那我们做一下身体检查好了 小朋友放到桌上 我帮小朋友做一下身体检查哦 好 医生我妹妹从昨天晚上9点就开始拉肚子 已经死几次了耶 而且很水 他现在已经有红屁屁了耶 那他奶吃得下去吗 可以啊 他都吃得很好耶 可以啊 对啊 嗶嗶很红耶 要怎么办 OK 我会开一些药让小朋友服用 那红屁方面我会开个药膏让他擦 好那谢谢医师 嗯好 妈妈您好我是蔡佩莎护理师 现在为您说明婴幼儿腹泻的居家照护事项 那这是为家单张是给你做参考的 好 您在哺乳或为配方奶及接触宝宝的前后都应该要洗手 好 喂母乳的宝宝最好继续补喂母乳 食用配方奶注意事项 如果需要食用配方奶 请食用煮沸过的温开水冲泡奶粉 不要使用未煮沸的瓶装矿泉水 每次食用的奶瓶一定要消毒 至少消毒到宝宝满六个月大 应让宝宝喝固定厂牌的奶粉 不要随意更换其他品牌的奶粉 以避免宝宝肠道适应不良 如果病情需要 请依照医师指示 为宝宝选用不含乳糖的特殊配方奶粉 当宝宝有腹泻 红臀情形需注意下列事项 可直接用水冲洗屁股 并勤患尿部保持屁股干燥、通风 局部使用预防红臀药膏 以避免红臀、尿部疹的产生 提醒您哦 换完尿部后记得要洗手 如果宝宝有兔奶、水便、解血丝便的情形 应该尽速就医求诊 要医医师指示后服药治疗 婴儿、幼儿少量多餐补味母乳 或喂食配方奶 原本在吃的副食品能可持续食用 但避开油炸等食物 也可以医师指示 让幼儿服用口服电解之意 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玩具清洁的部分 应经常清洗宝宝的玩具 如果是塑胶的玩具 可使用一般家用的漂白水 1cc加上水99cc 吸食后浸泡30分钟 再用清水清洗 如果是布置的玩具 仍需使用漂白水 1cc加上水99cc 吸食后浸泡30分钟 再利用牙刷把脏污的地方刷洗干净 最后再将布置的玩具 放入洗衣袋内 置入洗衣机清洗即可 那宝宝腹泻还可以喝母乳吗 不喂母乳的宝宝 最好继续不喂母乳